美麗酒店的酒店 今天我們一起去美麗酒店 Staycation 位於中環山頂纜車站的旁邊 美麗酒店所處的歷史建築 原建於1969年 經過活化 成為香港其中一間最新的奢華酒店 我們的套餐包升級到N1 Deluxe客房 下午茶還包早晚餐 由於是公眾假期住 兩個人加上2800 是最近最抵價 想知道選N1客房的時候 要注意些什麼 就記住看下去了 美麗的陷入式窗戶 是特色設計 這樣可以防止陽光直接曬入屋 減少冷氣的消耗 這條斜路本身是車道 現在下面就是酒店的大堂 接待處可以明顯看到 天花板是傾斜的 大堂和房間都用了很多金屬 和大理石營造現代的奢華風格 這裡還有一個酒吧 挺漂亮的 電梯大堂就善用了燈光 還放了很多藝術品 進了電梯 會發現這裡有一張長椅 可以休息 我們這次的Check-in非常順利 在繁忙時間 職員都有盡力疏到客人 我們房間是N1 Deluxe 面積是505呎 在香港來說 這個尺數的客房屬於比較大的客房 房間很闊落 是十字形的設計 在香港很少見的 睡床、客廳、書桌、洗手間 都有自己的獨立區域 這些區域好像十字一樣 位於房間的上下左右位置 這個設計令普通房 都有套房的感覺 客廳有一張黑色的大茶几 待會吃晚飯的時候 可以當餐桌用 床尾的電視機 是我住過的酒店裡最大的 雲底床都可以看得很清晰 我覺得活化美麗做得很好 房間設計得非常有特色 雙人床的尺寸 比起其他酒店就不算很大 舒適度不過不失 之前試過半島超柔軟的床單之後 現在暫時都未找到一間酒店可以超越它 兩邊床頭都有掣可以控制燈光和窗簾 床邊的衣櫃很大 但完全打開門後 就會影響床一邊的上路 如果論拖鞋的舒服程度 美麗就絕對是No.1 現在說回訂這間N1客房有什麼要注意 之前在網上看過介紹 一直以為這裡是有浴缸的 上網訂了才想起打電話問一下酒店 怎料酒店確認所有N1Deluxe房 都是沒有浴缸的 幸好臨浴位都非常舒服 大小是一般酒店的兩倍 想訂N1Deluxe這間房的朋友 記得要留意這點吧 這裡是單洗手盆 用了雲石和金屬 感覺時尚典雅 洗手間的空間 就算沒有浴缸的話 都比一般酒店大很多 這裡浴室用品齊全 還有清新的花香 這裡的座廁是全自動的 由牆上的控制器去控制 洗手間最特別的就是這個魔法玻璃 按一個按鈕就可以由全透明變成磨砂 這是我在酒店第一次見的 從洗手間穿過客廳 就可以到達窗邊的辦公區 我們先看看這裡出名的窗 這是獲獎無數的陷入式玻璃窗 有太陽的時候就可以看到 陽光是不會直射入屋的 這樣可以減少冷氣消耗 又可以保持房間有充足的光線 是1969年有這麼環保的設計 真是很先進 這個辦公區主要有飲品櫃和書桌 這個書桌網絡也挺有高級寫字樓的感覺 書桌有兩個插座和一個USB位可以充電 飲品櫃就提供Nespresso咖啡機 而茶葉就是TWG 我們的套餐是包在mini bar裡的汽水、啤酒和果汁 房間還有酒杯 拿來喝套餐包賣的香檳就剛剛好 我們的套餐包下午茶 地點由酒店那天決定 我們就被安排去Garden Lounge吃了 這裡位於酒店的地下 有室內和室外的座位 這裡的裝修貫徹酒店的主題顏色 感覺很清新、點牙 地煎的花紋和玉塞的玻璃是一樣的 如果帶寵物一起來 餐廳就會安排戶外的位置給你坐 這裡的是傳統的英式下午茶 每人可以選一杯茶和咖啡 食物還可以免費添加 咖啡店的賣相和味道都認真不錯 咖啡店的用料都有驚喜 有鵝肝醬、黑松露、龍蝦沙律和魚子醬 我推薦了Holiday Turkey、鵝肝醬和龍蝦沙律 至於甜品方面 大部份都非常甜 我平時很喜歡吃甜食 但我都沒有辦法吃得完 有點不好意思 旁邊兩台客人走的時候 我們看到他們都留了大部份的甜品 Garden Lounge的戶外景色不錯 可以看到匯豐銀行和其他中環境 順著戶外一路走 就可以走到旁邊的餐廳 這裡是The Taipan 和Cotton Tree Terrace的戶外區 這裡更大更舒服 戶外區的旁邊就是打卡熱點 The Archers 拱囊 這裡原本是建築底部的車道 現在改成拱囊 從外面看就可以清晰看到車道和拱囊的形狀 這裡已經成為美麗酒店的標誌 每個人都要拍照才走 拱囊也是酒店半露天的活動場地 可以用來做餐飲 舉辦酒會 或者在聖誕的時候做一個市場 套餐包自助早餐 同樣我們那天才知道酒店安排我們在哪裏吃 所以當我們知道我們是在Popping Jays吃的時候 我們都非常興奮 Popping Jays的意思就是鷹母 是一間高級的歐式料理餐廳 它位於美麗酒店的頂樓 居高臨下風景非常漂亮 這裡有室內和室外的座位 如果不太冷的話室外比較受歡迎 看到這個景色 我想你都應該明白 為什麼這裡是打卡熱點 Popping Jays要在大廈的頂樓 再轉專用的電梯才可以到達 當電梯升到頂 突然看到撞闊的風景 都挺震撼的 入口旁邊有個偏廳 這裡可以直望匯豐銀行和海景 至於主餐廳的位置就非常開揚 佈置精緻華麗 早餐是半自助形式 你可以選一份主菜 可以選擇蛋、牛肉麵或素菜麵 另外飲品的選擇也很多 可以選擇茶、花茶或咖啡 到自助餐的部分 這裡有麵包、水果、冷熱盤給你選擇 麵包的賣相很吸引 種類也很齊全 麵包入面我試了這裡的巧克力包 覺得味道不錯 這裡的水果很新鮮、豐富、很有驚喜 冷盤的選擇不算多 有火腿、沙律、三文魚等等 熱盤有大約七、八樣 有中式、有西式 炒麵、腸粉、叉燒包、奶黃包、蝦餃、燒賣 有西式的Bacon、腸、 另外也有丁 還有蛋、Benedict、多士 如果想健康一點 這裡有穀殼類的早餐 朝早習慣喝粟的朋友 這裡有海鮮粥給你選擇 餐厅还有自作果汁区 以半自作早餐来说 这里的选择都算几合理 主菜牛肉面的味道 中规中矩啦 熟食的味道也都一般 比较有惊喜的是水果的部分 它们真的好新鲜 饮品方面 我们前后下了三次单 才送到来给我们 服务这方面真是有进步的空间 最后介绍了套餐包的客房晚餐 这个是三道菜晚餐 最好吃的是龙虾沙律 龙虾好足料好阴厌 主菜就有牛肉和火鸡 我们两样都有试过 味道都ok啦 肉稍微有点干 这个甜品比下午茶的好味 不算太甜 美丽酒店的优点 就是它的房间很宽阔和有特色 这间酒店有很漂亮的户外休闲设施 建筑物本身也有历史价值 餐饮和服务都属于一般 以我们人均1400元地计 这个性价比算是ok的 希望大家喜欢我们的介绍 大家记住支持和like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星期再见 拜拜